這份《告金災難民書》 由河南維權農民周德財發起 2月12號流傳到海外 書中呼籲金災難友主動維權 形成合力 以轉發文章的形式展開行動討回公道 這份倡議書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前起草的 由於當局封禁 傳播受阻 中國大陸第一家P2P拍拍袋2007年成立 到2015年底 全國達到6000多家 網代累計成交量超過萬億元 涉及投資者5000萬人左右 2017年起出現倒閉潮 到2020年底全部歸零 有8000多億出借資金沒有收回 2018年17年就陸陸續續 就有P2P的公司倒閉了 北京P2P公司有3000多家到5000家之間 最大的就是藝術宝 有五六百個億藝術宝 有一種保留人鬧的利潮嘛 還了大概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樣子 其他的公司基本上沒有多少還回來的 大部分老闆都把這個錢要麼揮霍掉了 要麼就是新災比旧災 告金災難民書指出 很多受害者當時相信了央視宣傳去做P2P投資人 2015年3月 央視新聞聯播中宣稱 互聯網加金融加出融資高效率 我找了一個什麼生產基地什麼礦場什麼鐵路建設什麼國家投資的什麼東西 我還有銀行做後台還有什麼人大做後台什麼各個部門做後台 我現在可以開個公司 然後這公司的時候把這個我們不動老百姓的錢拿來給你們做投資 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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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P2P受害者王先生表示 很多人商當收編後投訴 但政府不解決問題 一般都不管 我們的前進戶到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還有這個國家信訪局 前進戶去了大概有五六十次吧 沒有一點效果 法院 檢察院都去過 沒有任何效果 很多的這個公司的頭都是抓起來了 沒錢 王先生說 幾年過去了 他們一直在維權追戰 不言放棄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敦吼 劉芳 採訪報導